清水真的是米糕之香 光是卖米糕的店少说有进十家 其中这间阿藤米糕是网友有推荐的 阿藤米糕至少营业了四十几年 Google上面有4.2颗星的好评 阿藤米糕为故清水糕美入接近中华路口 外观是一间铁皮屋 旁边就是米粉聊大排水沟 同载米糕35元 一端上来 上面淋上厚厚的一层酱 而且还有香菜点缀 米糕比较有嚼劲一点 酱汁看起来很重口味 但是吃起来不会 而且油腻感也不会太高 上面还有几片厚厚的肥肉猪皮 要和住米饭一起吃才不会觉得筋筋 酸菜猪肚汤35元 汤头还不错 喝起来口感偏清淡 猪血汤20元 里面的料还蛮多的 除了猪血还有酸菜 用料很实在 这间位在台中西区的火器初心 煎病果子专卖 是台中最近新开的煎病果子专卖店 一开幕生意就超级好 主打正宗天津风味下去改良 并融入日式料理做法的独特煎病果子 火器初心煎病果子 位在台中西区美村路上 靠近五全三街这边 邻近台湾美术馆 美术馆绿园道 煎病果子的面糊很特别 是采用五股杂粮粉及绿豆碎制作而成 所以饼皮看起来会带颗粒感 每份煎病果子 均会附上一颗蛋挤葱花 将饼皮煎至味较酥脆后 接着铺上配料 基本会附上生菜及两大块的经典薄脆 搭配自选的配料 炙烧明太子起司银鱼 先铺上卤酪丝炙烧 再挤上明太子及银鱼 炙烧明太子起司银鱼140元 这份炙烧明太子起司银鱼也很特别 结合日料改造成 搭配香浓乳酪丝及银鱼 经过炙烧后香气更加迷人 每一口都带着浓厚的明太子香气 熔岩起司牛烧肉 采用油花丰富的牛五花分量还不少 将牛五花加入特制烤肉酱下去拌炒 炙烧逼出油脂 还没入口就闻到扑鼻而来的牛肉香气 熔岩起司牛烧肉140元 里头包入富有油脂的牛五花 经过炙烧香气更加迷人 除了荣誉的牛肉香气 还多了特制烤肉酱的迷人咸香 搭配生菜 经典薄脆及卤酪丝 层次超丰富 最后这份是川尾手丝鸡 采用手丝鸡胸肉 搭配特制川辣酱 接着铺上生菜及经典薄脆 将煎好的煎饼果子卷起来 接着对切装袋 分量看起来好大一份 里头的配料也非常扎实 这道川尾手丝鸡95元 可是火祭苏心煎饼果子的人气招牌 采用手丝鸡胸肉 搭配特制川辣酱 生菜及经典薄脆 一入口就感受到川辣酱的焦麻香气 在嘴里蔓延 香辣带麻 里头的鸡胸肉软嫩不柴 整体口味比较重一些 火祭苏心煎饼果子不仅口味独特 用料更是实在 将正宗天津风味改良 融入瑞辣的独特煎饼果子 现点现做 制作过程超疗愈 趁热吃风味最佳 可以说是让人最为惊艳的猫餐厅 不仅是台中最大型让猫中土之家 重点是环境前进舒服宽敞 竟然还是家便宜火锅吃到饱 可以说是让人最为惊艳的猫餐厅 地点位在乌丰鸣生路上 店面大招牌也大相当显眼 店门口有相当大的停车空间 店内空气闻不到任何的宠物异味 纯体空间感觉非常宽敞 明亮又舒服 进入猫屋前需拖鞋 穿袜子才可进入 若有小朋友要进入猫屋 必要有父母或大人陪同 每位入店吃到饱用餐 加猫房时间皆为两小时 透明除窗猫屋活动区 是本店最大特色 让爱有家提供了清训过的 让猫们相当大的自由活动空间 在除窗里的猫 都是店家清训后才会放出来与客人互动 每位入店吃到饱用餐 加猫房时间皆为两小时 消费金额是360元不加服务费 店内才自助取餐 只需要跟店员点汤头 就可以开始用餐 总共有提供六种汤头 其中蔬菜昆布汤是免费不加价的 麻辣奶香汤跟起司奶香汤 两种汤头的好喝度 完全不出坊间火锅店 自助吧内容有 卤肉饭吃到饱 DIY烤吐司面包 熟食区 饮料及冰淇淋等 自助吧的食材区 火锅料不少样 但新鲜蔬菜也有三到四种 意味的是海鲜 竟然也是让客人吃到饱 在这较味的吃到饱火锅中 已经算是罕见的食材了 想要满足鹿猫跟吃火锅的需求 非常推荐来这里 阿婆早点是台中北区传统早餐店 灵魂人物阿婆现做的粉浆蛋饼 芒果 炒面和萝卜糕等传统早餐 似乎很厉害的美食大多没有店名 阿婆早点也只有早点两大字的招牌 周边大多是住宅 来用餐的客人几乎都是从小吃到大 餐点从蛋饼、汉堡、吐司到炒面丸果猪血汤等等 中西式早餐都点得到 阿婆早点的丸果倒扣在餐盘上方 淋上蒜蓉酱油高提味 挖开直接能吃到准块肉 卤到入味不死咸 喜欢吃丸果的人推荐点科来试试 综合汤是汤品类中最高单价的一碗 但是馅料不马虎 从猪血、大肠到隔肩肉通通吃得到 肠子清洗得很干净 不会有太重的杂味 薄切的萝卜高煎到表皮恰恰 内层软嫩 每日输量有限 粉浆蛋饼是阿婆早点人气餐点之一 蛋饼煎到恰恰 边缘酥脆 内层软Q 粉浆蛋饼不会太过厚实 导致中间太软嫩 保留饼皮的Q度 阿婆年纪大了 部分餐点都是限量供应 周末假日想吃到热腾腾出炉的蛋饼 记得早点报道 阿如早餐在台中一中街乡对外围的位置 是很多台中科大台中一中学生的早餐口袋名单 阿如早餐没有华丽装潢和舒适的用餐环境 靠的是纳超佛新的价格和高CB值的餐点 整体餐点选项和一般早餐店类似 不过价格亲民很多 满多人推荐点个蛋饼系列 后片系列再加点心 不用担心伤荷包 蛋饼系列是脆皮蛋饼 每块蛋饼都能吃到满满的鲑鱼和起司馅料 玉米浓汤 整体来说不输给连锁业者 萝卜糕切小块状 可以一口一个萝卜糕 四面煎到焦脆 淋上辣椒和酱油 古早味的好滋味 在早餐店价格越来越高的时代 阿如早餐的价格不只是高CB值而已 堪称是佛系早餐店 用餐环境相对传统一些 可以接受的人再来吧 下次来一中街吃早餐 台中知名的春花饭店 开始有快闪形成了 这次推出的 有饭店招牌的香酥鸭与油饭 想要订餐的话 可以先填一下春花饭店的表单 店家就会回复 快闪店的位置则不斗同 春花饭店又名文艺伴桌 粉丝页的资讯还蛮详细的 春花饭店的招牌香酥鸭 都是现榨的 古早味的美食 最后会用这种很文青的纸盒包起来 香酥鸭450元 油饭200元 大盒 油饭比较中规中矩 米饭偏软 里面的鱿鱼蛮软嫩的 鸭皮有点油 不过很香很酥 鸭腿的部分很多汁 肉质也很软嫩 鸭胸部分会比较柴一点 鸭胸部分会比较柴一点 感谢观看